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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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末期 周王氏衰败 近处争霸 近欲邪天子已令诸侯 遂发兵进入王都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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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骑到你 我骑到你 是一样的 都是佬 是佬 不动 是佬 不动 是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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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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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给我拦住他们 不对啊 终生阴阴若雷 分明是沙发之音 奉武之取的主旨是暴容天下 万民和谐 怎么会出现沙发之音呢 是我 无法准确地领会师父的指教 一直在终生中走出了沙发之音 不 这不能怪你 看来还是我的德行浅薄 无法理解仙人们的博大胸襟 难以再现奉武之取啊 尹武之取的主旨 可不如指祖 不如指祖 不如指祖 尽当在极轻与极重之间 凤武的精髓之意就在于此了 殿下 你带兵擅闯天子之功 眼里还有礼法吗 礼法 礼法能让我成为太子吗 我大周王室以礼乐之道治天下 你抛弃了礼法 纵然得到太子之位 又岂能长久 如今这天下早已是霸道横行 那还有什么礼乐之道 再者说来 住口 大周王室绝不会失去礼乐之道 这是凤武之举 大四月终于让真正的凤武之举 出现在天子的大殿上了 我管你什么凤武 什么礼乐之道 今天我就是要找到天子 让他立二王子为太子 赵仲俭 你不过是晋侯家臣 竟来干预王室太子的费力 实乃不忠不仁之乱臣贼子 你这小小的门将 竟敢打我大势 王子殿下 你还等什么 你傻开 这正是凤武之举啊 自平王洞间月律失散以来 天子的大殿上 已经有二百年 没想起我大周立国之举了 这是我们月官世世代代的耻辱啊 今天 我可以告慰先辈们的在天之灵了 你当真不怕死 身为天子臣下 死得其所 有何惧在 好 那我就成全你 好 好 好 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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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且慢 主公且慢 他就是主公一直想找到的曾国长公子 原来你就是被弟弟公子顶夺取军位的曾国长公子 这太好了 这太好了 大清君 你这是 没什么 骗子在哪里 父王一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躲了起来 全给我毁了 给我毁了 毁了 毁了 不能毁了毁中啊 不能毁了毁中啊 师父 你不要再想着毁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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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天子的毁中 不是普通的毁中啊 那是九州诸侯奉献的四方青筒啊 是神州一筒的象征啊 师父 父亲 梵舞是继百国之音为义渠 唯有天子才能用六十四件毁中 唯有六十四件毁中才可以 才可以完美地演奏风雾之曲 师父 你放心 毁中一定会重新铸成 风雾之曲也一定会再次回想在天子的大殿上 真有那么一天 为师死也瞑目了 父亲 你不会死的 师父 玉儿的将来 为师 就托付给你了 师父 你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玉妹 不会让她说半点儿委屈 宜儿 赵宗泉已发现了你的身份 你快带着玉儿远走狗 你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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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父亲 空 monitore 偏狗 嗯 有声音过去看来 去 快 快 啊 雨妹 来 我扶你 来 拜借助功 免礼 借助功 听说公子已逃出了王都 确有此事 晋国人正在四处捉拿公子已 他只有逃到楚国去 才能活命 楚晋两国都有称霸天下 取周氏而代之的野心 我曾国既与南方的楚国相邻 又与北方的晋国相近 他们都想得到曾国 难道晋楚都想扶持公子已成为国君吗 这是灭亡曾国的最好办法了 西门武士 你愿意看到我们的曾国灭亡吗 西门武士 你是我曾国的第一勇士 只有你亲自去 寡人才放心 小陈 明白助功的意思 赠国的生死村坊 却在新门武士一念之间 只是 近来 太师西长 有很不寻常的举动 恐怕对助功不利 在这个时候 小陈 小陈怎能离开助功 相国今晚就会从边关回到都城 替寡人除掉西城 现在 你不必为寡人担心 寡人带曾国百姓 谢西门武士 助功 助功放心 小陈绝不会让敌国的阴谋得逞 公子 我总是担心有人会追来 玉妹放心 这里是荒芜人烟的云梦泽 一般人啊 找不到这儿的 如梦 你说这一次 公子已能逃掉吗 主功该歇息了 公子已逃不掉 这一次 他必死无疑了 公子已不死 寡人就永远活在 他在阴影之下 如梦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公子已是长公子 寡人不能违背了礼法 以幼带长 主功 主功已经是国君了呀 那是因为奸人习仓 不喜欢他 是那奸人立了寡人为国君 公子 嗯 这里 就是你原来生活过的地方 是啊 想不到 今天我又回来了 只是 再也见不到山鬼妈妈了 山鬼妈妈 当年 我父王听信了太师西昌的谗言 视我为武祥之人 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将我丢弃在这荒野之地 使吴师山鬼 救了 并且将我抚养成人 在我的心里 山鬼就是我的妈妈 嗯 山鬼妈妈 现在身在何处啊 她早已去世了 公子 听说 依旧是在这里 救下当今楚王的 是啊 我们俩就是在这里解释 并且 以兄弟相称 母后 展儿 你快跑吧 孩儿不能丢下母后 快救救我的孩子 快救救我的孩子吧 啊 啊 張哥哥 張哥哥 你媽媽生了 是個小妹妹 取名雲珠 怎麼是個妹妹呢 妹妹好啊 我就喜歡有個妹妹 公元前506年 吳子虛率領吳國大軍攻入楚國 楚昭王倉皇出逃 在雲孟澤與寵姬月女母子失散 多年以後 楚昭王才得知月女的消息 所以派兵將其迎回 李哥哥 雲珠妹 這是母親送給我的玉佩 我把她送給李哥哥 希望李哥哥不要忘了雲珠 雲珠妹妹 你放心 我會一直帶在身上 李哥哥 我捨不得離開你 我捨不得離開你 妹妹 我們該走了 我不走 我捨不得離開李哥哥 雲珠妹 你是楚國公主 必須回到楚國 妹妹 我們以後有機會還可以再回來 張兄 你一定要照顧好雲珠妹 再也不許欺負她 你就放心吧 你放心吧 雲珠 我 雲珠是誰啊 沒什麼 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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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君 是老夫为一手将你扶上王位 你却要置老夫于死地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太师 你一定是听信了谁的谗言 老夫身为两朝太师 岂能让你这小儿玩弄于鼓掌之中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快 快跑 快 快点 快 主公 魏臣 来不去了 我一定要杀了西昌 为主公报仇 西昌 他往晋国去了 西门阁呢 西门阁为什么不在主公的身边呢 西门阁他 西门阁他 快说啊 西门阁到底在哪儿 西门阁被主公派去刺杀公子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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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公子 你根本就不该回来 不要伤害公子 玉妹 西门武士 我不为难你 你可以取我的命 但是你必须答应我 不要伤害我的玉妹 否则 公子 你也学会用刀了 可惜 不是为了曾国 而是为了一个女人 我根本就不想成为曾国的国君 可你们 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 因为 楚国和晋国 都会以维护 礼法的名义 逼着你回到曾国 成为傀儡之君 你如果活在世上 曾国 不忙 住手 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当国君 你们可以推选别的公子 你是我曾国的长公子 只有继承王位才能名正言顺的 相国大人 您不要再逼我了 是啊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 是可以推选别的公子继位 但公子 难道你能够忍心看着王都的悲惨之事 再次发生在我父母之邦吗 妈 妈 公子 如果不能迅速继位的话 各位宗室公子就会为一己之私 互相残杀呀 相国大人 于孟关告急 楚国大军濒临关下 正在准备攻城 楚军来得如此之快 一定是楚王亲自领兵杀来了 公子何以知道 楚王一向胸怀天下 他绝不会放过任何吞灭邻国 扩充楚国的大好时机 增国军队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 从来不为任何强敌 更何况 靖国他最不想看到楚国独吞曾国 公子 何不派人前去靖国 与靖国结盟 利用靖国的军队 住口 靖国人在王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绝不会去求他们 公子 可 我会立刻去见楚王 不能去啊 那太危险了 相国大人 除此之外 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 此刻的曾国太过弱小 不会受到任何强苦的尊重 但我是个例外 我与楚王 是兄弟 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全知道 此时此刻 只有我亲自前去 才有可能阻止大战的爆发 驾 驾 驾 不知公子 能不能阻止这场战争啊 小臣会不该离开主公 以至主公遭奸贼暗害 使国家陷于危险之中 西门无事 你不要自责了 是我低估了西昌啊 大人 果真要理公子以为国君吗 正是 现在我曾国正处在危机关头 只有公子以承袭国君之位以后 才能化解眼前的危机啊 可是公子以这个人他心慈手软 有着富人之人 他绝对不会是一位明君啊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明君呢 公子以他深知礼仪之道 只要我们做臣下的诚心辅助 他一定能治理好这个国家的 但愿如此吧 你也是受了奸臣的陷害 来 拿上这把剑 砍了这些奸臣 不 我绝不杀人 这些奸臣 这些奸臣 你可知小弟今日为何而来 为曾国而来 为曾国而来 你爹 于兄告诉你 曾国 必须灭亡 如果要求全方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帝 我记得你在周王室做过乐观 可知此为何舞啊 此舞咋有楚地封锁 舞曲亦有楚地之音 但仍然不脱其原形 实为王室的大舞之曲 请问张兄 何为大舞 大舞者 舞力至大也 就是用舞力平定四方 征服万邦号令天下 张兄此言诧异 当初舞王靠仁义得天下 至此大舞之曲 是为了让后人知道 大舞者乃仁义之道也 哼 仁义之道 那只不过是周王室子孙 用来自欺欺人的 御府之道 当今天下 虎狼当道 唯有强大的武力 才能成为 永远不败的胜者 曾国虽然弱小 但是百姓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 一定会拼死决战 拼死决战 也不能挽救曾国秘国的命运 杀敌三千 自损八百 楚国经过一场血战以后 还能抵挡来自晋国的猛烈攻击吗 好 宇帝能有如此的见识 足可以当曾国的国君了 看来于兄也只有撤兵了 可回到楚国之后 我如何向国人交代啊 张哥 想从曾国得到什么 就请直言吧 并不多 就三样 乃三样 第一 以帝成为国君 第二 曾国与楚国 结下蒙好之约 接受楚国的保护 那 第三呢 迎娶云珠 宫主驾到 宇哥哥 宇哥哥 王兄 你怎么来了 宇哥哥呢 他在哪儿 他在哪儿啊 他走了 我还没见到他 王兄怎么就让他走了呢 如果他不走 怎么给你们操办婚礼呀 婚礼 王兄 你 以帝即将成为曾国的国君 你也将成为曾国的夫人 宇哥哥要当曾国的国君 是啊 小妹 你已经长大了 但千万要记住 你是 宇哥的公众 以后所思所虑 都要为我们宇哥着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恭喜主公 贺喜主公 恭喜主公 贺喜主公 父亲 玉儿为了编终 留在了曾国的内宫中 我一定要让凤五之趣 再现人间 完成父亲的心愿 带人呢 奴婢在 主公去了哪里 你为什么不说话 夫人该问 奴婢不敢回答 为什么 宫中有规矩 宫女和太监不能对任何人说起主公的行踪 我是曾国夫人 难道对我也不能 是吗 快说 主公去了哪里 是 夫人 主公去了内宫月月 今天是我们俩人的新婚之夜 他去那里干什么 玉妹 我对不起你 主公 你没有对不起谁 我留在宫中 就是为了让父亲放心 不 这不是师父想看到的情形 主公 我父亲的最大心愿 你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 离弃是大咒王朝的立国之本 是天下百姓对和谐共处 指歌修得的殷切期盼 玉妹 你放心吧 曾国 本是畸性宗室诸侯 当此乱世 理应弘扬大咒的礼乐之道 我 将请曾国之力 重铸六十四间边中 然后 亲自送往王都 献给天子 并且 在天子的正典上 演奏奉武之乐 曾侯重铸 曾侯重 是谁 他是我的祖先 没想到 这些边中 已经有三百多年了 只是那时候的注重工艺还不太好 中音也略显粗糙 无法完成奉武之曲的演奏 那主公注成边中之后 也会在上面明文吧 当然会 将来 送到王都的每一件边中上 都会留下我的名字 曾侯已 我会留下我的名字 宇哥哥 我还以为 你今晚不会再回来了 怎么会呢 我只是 只是出去走了走 宇哥哥 你还记得 在银行树下 说过的那些话吗 云珠妹妹 女山神作证 今生今世 我的心中只有你 永远只有你 自从我们分开后 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自从彼此分别后 会让我们离别的这么久 云珠妹妹 我们为什么要长大 你为什么是楚国公主 我为什么又会成为曾国国君 跪拜 众爱卿平身 主公 微臣有话要讲 爱卿请讲 天子派来了使者 寡人 刚刚登位 天子就派来了使者 快 拜赢天子使者 拜赢天子使者 来人 把他推出去 斩了 你们都聋了吗 快把这个无耻的小人 推出去斩了 放开我 本大夫乃是天子使者 你们这样做 就是对天子之不敬 你不过就是赵中俭 为养的一条走狗 竟然敢冒充天子使者 寡人今日若不杀你 才是对天子最大的不敬 天子当着百官之面 派我前来递送诏书 所有这一切 都已由王室使官记下 什么 当传至千秋万代 曾侯身为国君 竟如此之无礼 难道想让曾国 成为千古笑柄吗 如此荒唐之事 竟被使官记下 主公 赵中俭已经完全控制了王室 他自然可以让他自家的家臣 成为天子的使者 赵中俭 如此羞辱王室 还有千里吗 没有我晋国大将军 王室早就完了 住口 寡人今日就让你这走狗知道 什么叫做完了 把他推出去 你车列大行伺候 你真敢杀我 主公息怒 主公息怒啊 赵中俭是想激怒主公 他是想让主公担当 杀害天子使者的恶名啊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竟敢对我无礼 我们虽然和楚国结盟 但毕竟还是宗师诸侯啊 万万不可以做出有失礼法的事情啊 无论如何 广人也不能承认这样的狗奴才是天子使者 主公可以让微臣主持仪式 来接受天子的诏书啊 相国大人请 后见主公 爱情免礼 坐 谢主公 那个无耻的小人还在吗 早已吓得暴头鼠窜了 便宜了这狗奴才 不知天子会说些什么呢 按照惯例 应该是一些赞美之语吧 今已不少礼法 为争夺侯卫残杀兄弟 且与王子称王之满 争处国结盟 世辱罪大恶极 当各出宗室诸侯之位 又不许朝前天子 主公 啊 啊 主公积虞 主公 这个世上还有天子吗 还有人与之道吗 主公 奴婢拜见主公 下去吧 下去吧 唐玉 主公 我还是个国君吗 主公 大家都知道 那赵书根本就不是天子的本意 一定是晋国人逼着天子下的 那要怎么样呢 我再也不能去王都了 就算我铸成新的边中 那也是毫无意义 混蛋 啊 尽国人不可能永远控制王都 主公可以等 等到天子收回诏书的那一天 我等不到那一天了 主公 你可千万不能灰心哪 我不是灰心 我是心 已经死了 死了 主公 该上朝了 寡人不上朝 寡人要喝酒 李哥哥 你该上朝了 酒 快去拿酒来 主公 文虎百官都在等您上朝啊 去 快去拿酒 主公有旨 主公口谕 今日不吵 公公 公公 请拜 凡您通报 您通报一声 季寒 有重要的事情求见主公 是 是 相国大人 是 相国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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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公公 主公说相国大人不必入宫 朝中之事 任由相国大人决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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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啊 李哥哥 今天喝了這一壺可不准再喝了 女妹 這酒很好 來 給寡人喝一杯 李哥哥 你喝醉了 不 我沒醉 我是曾國國君 我要賞酒 給月官喝 來 玉妹 奴婢謝過主公 奴婢願為主公先行彈奏一曲 好 月官 你們都退下 不 我要聽她彈一曲 你們都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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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主公更喜歡聽夫人吹的熏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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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那是山鬼媽媽交給我的樂曲 你哥哥 她是不會忘記山鬼媽媽的 停下 玉妹竟然在內宫彈奏浦水之曲 公子 公子 你現在這麼自甘墮落 一定會成為陰宙那樣人人唾棄的王國之君 玉妹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我 我真的做不了一個好國君 你只有成為一個好國君 才能重鑄邊中 才能再現鳳舞之曲啊 啊 如夢 樂觀彈的是什麼曲子呀 助公聽了 為什麼會答應去上朝呢 奴婢略懂樂律 剛才她彈奏的好像是浮水之曲吧 什麼 浮水之曲 聽說是陰宙喜歡的樂曲 乃是王國之音 怎麼敢在主公面前彈奏此曲呢 此曲能夠迷人心智 也許只是為了討好主公吧 不行 不行 我要問問她 唐玉 你怎麼敢在主公面前彈奏王國之音呢 奴婢身為樂官 已樂勸政 職責所在 不知身犯何罪 你還敢狡辯 奴婢只是想提醒主公不要過於沉溺酒色 放肆 你這麼說分明是在指責我 奴婢不敢 別以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你留在宮中就是想讓主公不要忘了你這個小師妹 不是的 奴婢留在宮中就是為了幫主公再現鳳舞之曲 住口 你知道主公喜歡樂曲 就找出這樣的藉口 告訴你 主公每天忙於國事 哪有時間再現什麼鳳舞之曲 不 公子已答應過我和我父親 大膽 你竟敢直呼主公的明慧 你是不是還想迷惑主公 奴婢不敢 主公駕到 雲中 出什麼事了 主公 奴婢有罪 玉妹 到底怎麼了 她竟然在你面前彈奏浮水之曲 分明是想迷惑你 這樣的女人 理應處宅 什麼 你要殺了她 她竟敢對主公不敬 這樣的女人不應該處展嗎 有我在 誰也不許傷害她 主公您別說了 我就是要說 我完成不了師父的心願 我不能再讓你受到傷害 玉妹快 快點起來 快點起來 主公 易哥哥 易哥哥 我不是有意的 你走 易哥哥 我不想傷害你的 走啊 主公 主公 想不到 你如此絕情 好 我走 太后大到 母后 母后 殞珠 母后 你可想死母后了 牛兒也日夜思念母后 殞珠 你還好嗎 咱們坐下說 嗯 主公 怎麼能趕走夫人呢 你是在責怪寡人嗎 微臣不敢 只是主公今日所為 恰好給楚王一個發兵攻打曾國的藉口啊 如果楚王真攻打曾國 寡人將親率兵馬 與之絕以死戰 現在兩軍對比懸殊 如果正面決戰 我國必亡啊 可事已至此 寡人還能怎樣 與靖國結盟 你也都看到了 這趙仲謹 幹出了毀滅李月 挟持天子的強盜之事 寡人 寧願曾國滅亡 也絕不會向靖國低頭 指認 國家之爭並沒什麼道德可言 有的只是利益交換 為的是曾國的生存 助公屈服靖國 並非屈辱之事 乃是大智大有的表現啊 你 助公三思啊 雲珠啊 乙兒現在是一國之君 放眼列國 哪個國君背後 不是貧妃如雲呢 可乙兒 卻一直愛著你 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的 母后 乙哥哥向我發過誓 說他今生今世 只愛我一人 可現如今 我又怎麼能容忍 他心中有別的女人呢 你就是因為這個私自回國的 是一哥哥趕我走的 唉 雲珠 你太任性了 可事情到了如此地步 母后總不會讓我留在那裡受屈辱吧 那你也不能私自回國呀 你的一舉一動 都影響到曾國的命運 曾侯無故趕走楚國公主 就等於羞辱了楚國 只怕你的王兄 會立刻發兵攻打曾國 啊 王兄真要攻打曾國 不會吧 王兄 王兄 你真的要出兵攻打曾國嗎 曾侯已羞辱了我楚國的公主 寡人自然不能輕饒 這是我和乙哥哥之間的事 王兄你不許插手 哼哼 寡人身為楚王 豈能坐視不管 一哥哥是你的兄弟 你怎麼可以攻打自己兄弟的國家呢 熊章和姬矣可以是兄弟 但楚王和曾侯 永遠成不了兄弟 如果王兄一定要攻打曾國 我會站在曾國的城門前 告訴楚國的士兵 要想侵入曾國 從我的尸身上踏過去好了 主公 微臣接到祕報 楚王以親率大兵向我雲夢關而來 雲夢關? 雲夢關離隨城甚遠 卻和我們的東林惡國很近 楚王由此攻我曾國 好像不合兵法 不論楚王有何打算 我們都必須堅守兵關等待晉國的援兵啊 晉國真的會發兵嗎? 只要我們能夠堅守十天 晉國的援兵必至啊 好吧 好吧 明日寡人就帶兵 前往雲夢關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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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報主公 楚國滅了惡國 已退出雲夢關外五十里 什麼 楚王滅了惡國 那禁军呢 禁军听到消息以后 也以全军撤回 主公 看来楚王这次发兵 明罚我曾国 石吞恶国 其实曾楚两国 早已边界向连 楚国 为什么不直接攻打曾国呢 楚王 也许为他长久的日后着想吧 主公 我们千万抓住 当前的大好时机 增处和好 秦楚公 亲父楚营 拜见楚王 当面致歉 表达接回夫人的诚意呀 云珠就在前面的山鬼洞里等着你 你随时都可以迎接他回去 如果可以回到从前 我绝不会离开云梦泽 成为现在的曾侯 如今这世上 就有如这溪水 一直向前 永远都不回头 所以楚国的扩张 就像这流水一样 永无休止之事 侯仿主 一帝 你知道吗 几百年这世上一直就打打杀杀 如果有朝一日 楚国平定众侯 那我天下一家 百姓也不再遭受战乱之恐 岂不乐哉 可是天下太大 张哥的雄心 只能一代代传下去 那要传到什么时候 等到楚国出现周文王的时候 呵呵 难道于兄不比周文王吗 不比 为什么不比 因为周文王有奉武之躯 你没有 但我有你 有我 哼 跟我来 曾毅 原来 在你的地图上 所有的曾侯国 只不过是小小的诚意 这天下何为一家 不好吗 是啊 天下本为一家 他曾经被称为夏商周 如今被你称为楚 又有何不可能 一帝 你明白就好 帮助于兄 实现天下一家 哦 我怎么帮你 你为我献上 奉武之躯 让天下百姓 都对我楚国心存敬礼 我说过 奉武之躯 只属于周王氏 你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 我小妹还在山东等你 你去找她吧 沈青青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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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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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清清 寂寞的女生 在山中的复兮 碧绿是她的长期 你若是她的情 我管海里想飘荡 那是她美丽的眼睛 小心在白石上流淘 那是她动人的歌声 山清清 水清清 寂寞的女生 沈默 在山中都伏兮 春雨是她的思念 秋月是她的温序 雨 雨雾在山川间弥漫 沉出了郎君的眼睛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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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哥哥 你还记得吗 当年 那逢十五的月圆之夜 山鬼妈妈 就会在我们这儿唱歌 跳舞 期盼国家强盛 万民平安 可是 再也见不到山鬼妈妈了 今天正是十五 那是山民们祭祀山鬼妈妈 不知 这祭祀山鬼的山神之曲 还能流传多少年 只要山民在 这山神曲 就会代代传下去 传下去 传下去 主公 真的可以重铸边中了吗 是啊 我终于想明白了 这凤五之曲 并不仅仅属于周王室 也不仅仅属于天子 不属于 对呀 雨妹 你想啊 难道 在文王武王之前的人们 就不希望指歌修德 和谐共处吗 是啊 凤五之曲 就是从那时候之前流传下来的呀 所以 在这个世上 不论是你是我 或者是周天子 或者是楚王 我们都不过是 长河中的匆匆过客呀 主公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能因为周王室的衰落 就认为凤五之曲 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 是的 以前 我一直以为凤五之曲 是因周王室而存在 它的意义 就仅在于复兴周王室 重现礼乐盛世 所以当周天子 革出了你宗室诸侯的名分之后 你就认为 失去了一切 那是因为 所以 以前 我对凤五之曲的痴迷 对赵中简的痛恨 更多的是出于一个宗室子弟的感情 但是 当我为了得到宗室子弟的荣耀 而弘扬凤五之曲时 其实 已经远离了此曲的本意 我现在 已经彻底明白了 即使周王室不在了 天下的百姓 也会向往 指歌修德 和谐共处的太平盛世 父亲 若是听到了主公的这番话 一定会含笑于九泉的 主公 主到边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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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 是在死箭哪 死箭 推普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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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推普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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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主公口谕 寡人绝不会接受众臣们的劝谏 大人们 请回吧 出品 太保大人死了 却一样不能阻止主公铸造变忠 主公只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想法 曾国需要的不是什么想法 而是一个能让所有的国人举起利剑的英明国君 主公的志向过于高远 我还会继续劝诫他的 你不用过于担心了 相国大人 您的禁键主公他会停吗 主公他 主公现在的心思全部在边中上 而且他还把王都的所有驻中将人都请来了 这样一来 碧远辉大量的消耗我们的金钱和铜料 使曾国的五倍大受影响 我只希望我们的主公能够明白他是一国之君 而不是从前的月官了 相国大人 相国大人 你可要多保重啊 对于眼前的曾国来说 要是没有了相国大人 这一切 可就全完了 我只希望主公自己能够有所改变呢 小臣 定会让主公改变的 西门巫师 你可不能给我做出什么糊涂的事来啊 相国请放心 小臣 自有分寸 请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调兵遣将 微臣向前去边境巡查 以防敌国入侵 寡人毫无策略 若在军事上胡乱关心 只会给相国大人添乱 这 微臣遵旨 寡人想问相国大人一个问题 主公请讲 想必相国大人对五音也略知一二吧 略知一二 世上一切声音都在五音之中 五音各有名称 功 商 交 直语 可这世间又何止五音呢 是 是 是 在淫律之事上 微臣万万不及主公啊 不不不不 相国大人满腹谋略 精通治国之道 你所知道的事情都是有意之事 寡人 寡人 虽能遍五音 精通阅律 但这一切 在众神眼里 却都是无意之事 可 主公 是国君 不是月官啊 寡人 寡人知道 谋略是有意之事 但这世上 如果只有谋略 会不会是一件 很可怕的事情 没有谋略 何以治国呀 治国 治国 治国为了什么 为了平天下 平天下能仅仅依靠谋略吗 人们常说礼乐二字 礼乃定上下尊卑 让所有人都按照规矩行事 乐为和谐万物 让人互相敬重 互相爱惜 但如今人们说起礼乐来 却忘了乐字 只剩下一个礼字 没有了乐的礼 只剩下争斗和谋略 如果只有礼没有越来和谐人心 谁也不会长久 曾国会灭亡 楚国同样会灭亡 什么齐秦禁阅统统统会灭亡 主公所言 乃当今天下之大病啊 远前 我们曾国就面临着灭亡啊 可为了远前 人们 值得把月忘掉 但寡人不愿意忘掉 寡人想让后人知道 对于月的渴望 对于和谐万物的梦想 不论什么时候 都会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就像这滔滔不绝的河水 一代代流传下去 微臣惭愧 直至今日 微臣才真正知道了 主公的良苦用心 相国大人 寡人更是惭愧 没有办法为您分担重任 有劳相国大人了 主公 微臣在临行前 提醒主公 在这危急的关头 您千万要格外的小心啊 寡人知道 相国大人 你就放心地到边关去吧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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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这套编中居然奏出了七音 是啊,变功、变智 这就是在五音之外新增的两音 这两音与原来的功至二音相邻 世间的乐曲多以五音为主 但凤舞之曲却是七音俱全 如果不是这套编中 我们根本无法完整地演造出凤舞之曲 父亲在天有灵 一定会深感欣慰 能实现师父的心愿 我已经死而无憾 昆军,我现在就成全你 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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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大人 我杀死了昆军,你要保住自国 虚拳 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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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中 放心 我 我帝宫中的月室 我要和风物 你不能死 不要被杀 我就要见到神鬼阿玛了 他说 人还会有来生的 来生 他 玉大哥 你不能死 玉哥哥 玉哥哥 寡人有礼物 送给尊国 尊国夫人 谢楚国大王 小妹 是 玉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元1978年的夏天 曾侯以边中在中国湖北隋州出土 宏大的边中让世界震惊 它比欧洲十二平均率键盘乐器的出现 要早将近两千年 它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文化史 被誉为人类文明的第八大奇迹 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之一 哦 啊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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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